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做一堆小巧玲珑的空心麻球 主要分享如何防止麻球爆裂 如何让麻球立体有形 扎出空心又不回缩的各个技巧 把做好的豆沙搓成长条 均匀地切成十份 然后搓搓圆 待会儿可以放在冰箱冷冻一下 包的时候会更容易操作 容器里加入凳粉 就是这种小麦淀粉 它可以帮助麻球成型 更立体挺挂 再加入开水 搅拌成雪花状 立刻加入白糖 趁热拌匀 白糖不可以省去 它是帮助麻球蓬发 防止麻球在油炸的时候爆开的第一个关键 加入一点猪油 面团更滋润好包 加入糯米粉 接着加入室温水 注意不要一次全部加入 要根据自己所用的糯米的吸水量 来确定最后的加水量 以面团揉到中等稍微偏硬一点的硬度为准 面团太软 做出的麻球形状不好 还容易塌陷回缩 把面团搓成长条 然后均匀地分成十等份 再逐一把每个面剂子搓圆 用毛巾盖住以防干裂 冰箱中取出豆沙馅 取一个面剂子 用手指在中间向下按出一个圆洞 然后沿着边缘向外用力 把面皮逐渐捏薄 圆洞捏大 但尽量不要让开口向外展开太大 并且保持面皮一圈厚薄均匀 最后捏成一个收拢的圆球状 面皮厚薄均匀 也可以防止麻球炸的时候开裂 这会儿如果外皮上有点小裂缝 没有关系 待会儿可以修复 放入豆沙馅 靠虎口的力量把面皮向上收拢 可以时不时地用手指把豆沙馅往下按一按 再继续把面皮靠虎口的力量向上推送 直到面皮完全合拢 放在两个手掌中间搓搓圆 之前面皮上有的小裂缝也会随之消失 全部包好后 逐一把每一只先在蛋清或者水里滚一下 蛋清的粘粘度会更好一些 捞出来后 放入到芝麻的容器里面 再用另一只手抓滚粘上芝麻 两只手各丝其直 就不会满手粘上过多的芝麻 全部粘好芝麻后 再逐一搓一搓 这样芝麻可以更好地附着在糯米球表面 锅中加入至少麻球三分之二高度的油量 加热到油温70摄氏度 油温千万不能太高 不然容易爆裂 然后放入麻球 先放在平底漏勺里 油温逐渐上升到130摄氏度 从毫无动静到开始冒小气泡 约三五分钟左右 麻球底部会稍微有点定型 这个时候就可以小心地把麻球推入锅中 这样过渡一下可以防止麻球站在锅底 接下来注意调整火力 使油温保持在130摄氏度左右 千万不能过高 用勺被压着麻球在锅中旋转 一边压一边转 这步很重要 麻球在受热和被压的过程中 产生反作用力向外膨胀 逐渐长大 随之在内部形成我们需要的空心 大约6-8分钟 麻球从直径3厘米涨到4厘米左右 就差不多了 再强调一下 这个过程中油温保持在130摄氏度左右 不然麻球升温太快 很容易爆裂 麻球失败是小 潜在危险一定要避免 麻球涨发好后 再加大火力 油温提高到170摄氏度后 再炸3-5分钟 直到麻球变得金黄 而且进一步定型 防止回缩 这时的高温 还可以把麻球 在前期低温油炸时 吸的油逼出来 捞出来 放在厨房纸巾上 进一步吸油 马上就可以吃到 香香脆脆 糯糯甜甜的麻球了 吃之前先切开看看 欣赏一下里面空心的模样 我是懒香 在云厨房 与你云分享 做美食的收获和乐趣 谢谢你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